上帝造自然 上帝造自然很奇妙的 所以上帝造大自然 若吃的动物要吃的时候 它要把别的动物吃下去 怎样吃 你看Discovery Channel 你看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 有没有啊 当这个豹追到牛的时候 它怎么吃它 它怎么杀它 它不是咬它的颈像 就是咬烂它的脊椎骨 它不会先咬腿 大腿很好吃嘛 先吃腿 Prime rib 不是的 T-bone steak 很好吃 不是的 一定是这两个地方 你注意看 不是先咬到这里 给它断气 就完全失气自救 或者咬烂它脊椎的中枢神经 Spinal Cord 有整个瘫痪了以后 就没有办法输到大脑 连这些动物 它们要杀死别的动物的时候 上帝都教导它们 要用最快的办法 置地方于死地 为了你的需要 而不是为了残忍的 来报复残忍的玩弄对方 你要有同情连续的心 Kalbath 一个大神学家 他是不赞成 这个Common Grace里面的 General Revelation 他不接受 什么叫做自然启示 所以他说 我们要明白启示 只有透过一条路 就是耶稣基督 基督就是 the only revelation of God 道有三方面 proclaimed word 还有呢 有written word 还有inspired word 那么这个道里面 里面真正的启示 只有一个 就是这些的上帝在基督里 启示我 所以你不要用大自然 证明上帝的存在 他的理论是什么 如果你以为 自然的现象 可以被你利用 作为解释上帝存在 的一个范围的话 你一定也要承认 大自然里面落入强势 这样自然的强暴 这些的事情 也可以证明上帝不存在 就是卡尔巴很独特的见解 所以呢 他的一个好朋友 叫做Emmel Brunner 跟他辩论了26年 就关于general revelation的事情 那今天我不在这里叫神秀 所以我不讲太神道下去了 但是我告诉你 就是卡尔巴讲那句话 我还是可以告诉你 证明在自然界中 还有神很特别的慈爱 在带领中间 所以呢 动物不会像人那样残忍